比赛的场次去为经验的 也是俱乐部可能在培养新人上 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而对NV来讲的话 可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 不足以支撑 他们能够有更高的容错 更多的时间给到 去抢一抢大广山周边的 这个山圈了 领域你要开到这个位置 那可能不太好走了 但是七七行 你是不是灵敏度有点低啊 真的不好走吗 他选择停车 那就是要打架了 一颗火 没逼到走位 在打药 还在打药 打上了 但转化为了七七行的伤害值 人也没了 估计区那边也倒了 白小春的位置很尴尬 露脚了 发现了脚 不扫脚先补人 那现在轻质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位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 进攻的话 其实这个大过点 还是有着很大的风险的 是的 很难打的呀 现在 很难打了 如果能够掰到七七行的话 不一定了 啊 飘到一箱头 轻质最终啊 利用自己的耐心 找到了七七行的破绽 并且将其连打代保 那现在来看的话 我感觉局势就不一定了 又打倒一个 还得是轻质 连打代步七七行之后的持续在发力 认 关键时间 是在这个树旁边啊 追着轻质 那轻质呢 也避无可避了 因为他的掩体已经完全失去了 对 但是轻质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是的 GG被炸倒一个 一打一了 顾聚的血量是有一些劣势的 而且LGD温州位要过来劝加了 直到这个房间再打 可能最终这里就是LGD的天下了 对 无人生还 只有LGD存在 不过呢 这里狼队应该是有一个扶人的机会 顾聚不断地露脚步 也给到了LGD很大的迷惑性 现在已经有三只脚步了 顾聚先放倒刃 能补吗 能补 先补分数 最终还是倒在LGD这边 但是天炸倒了自己 没关系 队友能服 是的 这波其实啊 对于天霸来说 大厂房是没人的 逐步都是尝试 绕过VS的房区 直接进去了 这波转移啊 让我想到福安博周冠的 哎我也是一样的 那下巴扎点方向 他的战场秀绝应该是联盟T1级别的 再看这里 AZ33一传多 瞬间发弹完成了一传二 那ACT的宝藏堂和676 现在头上亮了一个大大的字 队友呢 这波如果说AZ知道 马就是ACT的人的话 有很大的概率要贴的呀 其实这个镜头啊 非常的写意 虽然说没有给到 33的正面视角 但确实我们都看到了 宝藏堂和676 头上大大的问号 对 哎还烧到了 这是一个意识火 是的 就是把你第一时间 能够驾到我的这个方向啊 先烧一下 基本上把两侧的门一封 就可以下去了 这波团战呢 AZ是必要打的 就跟上场比赛 4M想要去进攻坡顶 必须要清 天霸是一个道理 没错 屁股是绝对不能留人的 但这一波呢 也有可能会被 Jaboy给劝到架 没错 因为Jaboy在原点呢 是观察这边的信息了 一直在看 15ZY拉到了马修的西侧 判断一下对方 而且那边应该是已经上上防顶了 四马光打倒一个 但是这边远点山智 同样也在向AZ发弹 15ZY倒地了 小心一点 这颗雷 宝藏涛那边应该也吃了一颗火 还没有被烧倒 打一个反弹雷 最终还是四马光精准定位 淘汰ACT 而且我刚刚观察到15ZY 它就缺小的时候 没有地方待了嘛 它会过来清这个坑 而JD在北侧 确实也比较忌惮 TT所驻守的这两座巧克力山 看看 刚才的高光回放 应该是3-3那波吧 哎呦 3-3这一波的突然袭击啊 让ACT的两兄弟啊 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们想停 确实也没有任何的掩体 给到他们去停 是的 没有机会了 而且基本上都扫头线 嗯 一瞬之间的是 哎 哦 这里我看到 AG是伞包已经飞走了 是 留下了一个成C 开伞包那一瞬间 STE就直接贴近点了 那对于AG来讲的话 想要去打下巧克力山 比较困难 因为巧克力山分高低 你踩低的话 高肯定会打你 嗯 那现在只能进场了 进场吧 没关系 打螺丝也是一份 不错的工作 应该不会有人 让他不打螺丝吧 啊 没有任何 没有问题啊 打上了 打上了 螺丝虽然没打上 烧锅炉也不错 也行 也行 能进场就不错了 哎 有坏人 哎 脚滑了 黄二这边 首先是带走刘宇宇 哎呦 三三这边的头线 也被雷仔给发现了 这想进场 雷仔说他要收费啊 人头费是吧 雷仔黑中介 全场 他现在就是坐着飞机 拿个大喇叭说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这个巧克力山 还在圈 千万别来啊 同样也观察一下 南部的信息 但这场比赛 GD想要吃鸡的话 还要看后处的圈形 再看这里 还有GD和 啊 晚风好忙啊 他一瞬间视野里边 背后全部都是枪线 不知道轻哪边了 对 LGD玩了一张人车分过 小天那边倒了 东东还在 看一下86这边 能不能给到一些帮助呢 猫猫这个位置 状态也不是太好 有机会能够操作的 不低了 但86应该得到最后的爆点 他很残 果然一枪就带走了猫猫 现在来看应该是2打2 两边都是只剩下 两个有胜力量 但是LGD这边血量不佳 而且地势也更差一些 猫猫离他的1000杀 还差一个 但是现在来看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只能到下一把了 0杀呢 是选择拉一个枪线 全新已经刷新了 其实这两队 不管谁打赢啊 只要是一个残鞭 都很难越过 TT刚才助手的 这两个大山 但是呢 分还是要收的 环一波跳枪 是带走了阿福 打掉这边的分 进点零杀的位置 他的载距 应该也不太好开了 再往那边走 还有RSG 这都是倒在了格子的M762之下 格子说上场比赛 WYM762 是不是很亮眼 那这场比赛 我也来秀一把 他一个人就拉过来了 先补一波 完就走 这确实是 NV的盘 NV已经进去了 小贼这个位置卡车了呀 撞到了舌头上 要小心啊 外围还是四面八方的枪线 非常之多的 最终啊 也是因为圈星刷新 JTM和SHOTIME之间的大战 是必无可避了 但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SHOTIME手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是的 原理的架枪RTG 已经被蓝圈带倒了 近点两个人看到侧山 直接出枪 打到一枪头 看看BUR 光了一把DBS 罩上队友四个人 全部拉出来 要清这一分 记得同样也是DBS 但是对方人数众多 不知道喷哪边了 最终SHOTIME JT到NV的顺位之后呢 顺势还清理掉了身后的JTM 就看再聚怎么样了 原点的98K 配合自己的队友 应该说两杆枪线 锁定住了SHOTIME 看看能不能救 是 而另外一边 TT也是凭借着自己 绝对的地形优势 清理掉了侧边的JT 刚才我们也说了嘛 这是一道天欠 无法逾越 拳行马上就要刷新了 对于SHOTIME来说 想要吃到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再去的耐久度很关键 六将开一辆蹦蹦出局 好在胎是好的 拳马上就要刷了 如果能够全员集结到六将这个点的话 还能够作为一个起飞点 但是这个 这边也选择扎到了大矿山的内部 拳炸宝 差一些 目前来看的话ST要急于去 和TT争夺圈内的一些点位 所以说留在这里去 两枪头 是的 复刻了上一场王冤的那一波 但是换了一把枪 那对K1来讲的话 如果说派大星倒了的话 就能够轻斩编了 但问题是派大星不给这个机会 没错 而FM这边也迎来了一波新的冲击 VS贴到了近点 但只有Z9一个人拉了过来 这波是三架一冲吗 三个人在厂房里 三架一冲好像架的角度都不多 对 因为那个厂房里边能够输出的角度 就那么几个 是的 而Shu他们这边想要进圈 困难重重啊 是的 没有再距 就阿杰非常的明白 他的存在呢是帮助King在这里 更好的用爆炸裂弓去进行输出 是 他只要自己不倒 那对手拿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就是整个队伍来讲 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 他是整个队伍的阵眼 那甚至现在King走了 阿杰都要先给一波压力 自己断完后之后再撤退 没错 而这边VS三个人还是贴了过来 刚刚要贴 为什么不四个人一起贴呀 现在又是一个烈士仗了 三打四 确实 协同上没有能够做到完美 烟雾四起的情况之下 目前小文是抢到了圈点 如果阿清 必须因为刚才是卡了个手套 再看这里 哇 最终还是K-1的原点枪线 是终结掉了VS 但是这也给到了K-1 更多西北七角圈的圈 在争夺上是落了 比较大的一个身位差的 因为ST是先到这个位置的 是 不过TT可以再回到巧克力山 因为这个圈形已经刷回去了 对 还在那个圈里 巧克力山还在圈里 那么这边也是 先把矛头对准南部不再圈的两只队 K-1的神经都是比较紧攻的 紧锋确实没有错 果然像他们预料的一样 这里ST杀了回来 他知道这边战局比较混乱 拿分的概率也比较高 野涛的分数也被另收掉 这个雷好像很准 弹了一裤直接是来到了北渊的脚边 接住了 ST现在要开启推土机模式了 如果先轻脚下4M的话 那K-1还有同侧翼出击的机会 不过远端的孟阳率先出手 给到了ST很大的组织压力 对 苏南还有一辆载具 可以贴到前面的防区 奥特现在就苦于自己的子弹不多 否则的话他应该有更多的火力压制 给到ST ST贴到近点 现在是远处有压力 近点有对手啊 一波跳枪出去还没落地 战神起跳原地睡觉 睡得很香 那没办法 主题周是这样的 但是不能四天都睡啊 这波NV架住了所有的这个过点 ST现在的防区 是在圈 还在圈 但是也要看看TC有没有这个反清的欲望 因为山智现在是压力山大呀 打了1600场比赛 可能大部分 哎 以前600场比赛的力量 让山智吃到这个切脚圈 回来了 这个切脚圈回来了 但是现在NV选择去轻一下ST的这个防区 因为防区很局促 扔手雷扔火都很好扔 一个反弹 雨露均沾 欧带还有啊 哎 出现了反转 迷露打倒了一个 但是ST现在的阵型比较集中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 因为左侧有满边TC 右侧有气势汹汹的NV 不过这颗火好像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敌 因为现在来看这个急这个火烧到了NV的脸上 是的 补掉一个烧倒一个现在NV高点架枪的人啊 有点手术不错 但是远点的孟阳再次击倒了迷露 哇不得不说ST的状态是真的好呀 高阶低档呀 嗯 虽然说可能分数上只是处在中部 但是这几波团战 包括对于大局势上的一些判断 还是非常准确的 没错 在两侧夹击的情况之下呢 ST展现了超强的韧性 而这边孟阳又炸倒了背 对 NV要不要选择转火呢 肯定是要转火了 因为现在打ST已经不太限制了 ST也不会去危及NV的身后 因为ST肯定是就近去打的 去给到TC压力 是的 但是现在双方远距离的换枪啊 这这绝对是给到TC更多的机会 那ST现在要犹豫了 转型怎么刷 我再怎么打 如果说NV这边倒人的话 其实NV没有必要 在这个距离啊 和ST再进行更多的换枪了 是 他这里吃到梅花庄的概率会更大呀 对 因为他的中间平台 是可以来回行走的 对对对 但ST只要这个梅花庄不刷 真刷到他们脸上了 怎么说 刷到了TC和ST之间 那有机会吧 当然了 TT这场比赛呢 加门口的圈来到决赛圈 要看看他们进点的发挥了 因为这场比赛 一直能够看到他们大局观上的制衡 梅花庄呢是在阿杰的南部 雷仔的东部 派大星的西部 TT现在肯定要是把东边的RC线卡掉的嘛 ST这边主动出击 贴到了这个反坡 QC高打击 有没有第二个 没有跟到枪 但是不敢露太多的身位了 因为对方的雷已经在温了 派大星的雷 顺暴雷 好像是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是的 二打二 绝对有机会的 孟阳手上还有火 有闪 要和孟阳打配合 要和孟阳打配合 就不用着急啊 还是有着地形优势的 是的 一直处在高处 QC吃到侧翼枪线 但是QC现在没有要了 就绷带 给了一个大包 不断的在通过各种关系的缝隙 削缠SG的枪线 但是TT那边也在给压力 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活着是最关键的 是的 因为NV难受 SG也很难受 QC纠差一枪 侧翼打倒山志能补吗 能补吗 补掉了 最终还是被TT给淘汰出局 ST只剩下派大星一人 想要去扶起苏南 时间上应该来不及了 不太好扶了 不太好扶了 但是苏南一直在往前爬 可能有机会吧 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对 可以上试 一没有上映投注我 那真给他扶起来了 那TC又跟TT打成一片 现在是3打3 TT 小一跳了下来 他也知道ST其实是残编的呀 北斋开始温雷 头上的脚步 会否吸引到他的手雷呢 能跳上去吗 继续跳上去了 很关键 但是这波一针拉枪 一针拉枪啊 还真是放到了King啊 那这波放倒 可能会给TC做价一啊 没错 那看一下王子 这波高打低 能不能配合上苏南 打一波测试先打一个 一打一打二 但是这波斯婷啊 也是有角度 能够打到王子那 就差一枪 换上喷子 想给到对手一击之命 果然给到了 看一下苏南 苏南能接几个 不要露身位 对方一个跳枪 薛才苏南 最终双拳 男低四手 让我们恭喜TC TC的决赛决 确实处理得非常巧妙 哦